大家好,这一集我们来学习正款围巾的一个编织教程 这里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在材料包里面给大家搭配的是两卷线 一卷深色的线,一卷浅色线 我们这里在编织的时候是需要把深色线全部织完的 浅色线我们不用织完,织大半卷或者是半卷的样子就可以了 长度可以根据我们自己喜欢去调整 这几款围巾都是一样的 深色细的线我们需要把它整卷全部织完 浅色细的线织一半或者是大半卷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在编织的时候需要用到的一些东西 这个是我们需要编织用到的线 还有两根7.0的半针,一颗大头针 大头针的话是我们在藏线头的时候会用到 这里我们在编织围巾的时候可以先织彩色的这一团线 白色的这一团线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最后去织 这一团彩色的线我们是需要把它织完的 这里我来教大家如何起针 这里线团是机器绕线 如果里面有线头的话都是属于正常的 只要不超过三个线头 如果超过三个线头可以联系客服 一团线还有两个线头 一端的线头是在外面 另一端线头是在中心的 我们这里在取线的时候 如果想要拉线方便一点的话 建议大家从线团的中间去找到它另一端的线头 好 这就找到它的线头过后来教大家如何起针 首先我们在线的一端打一个活结 这样打一个结 然后拿出半针 把打好的这一个结穿在半针的上方 然后稍微收紧一点它的这个线 不要把线圈收得太紧 那它有一定的空隙 就是方便我们在编织的时候 针可以这样穿进去就行了 这里起针我们一共起八针就够了 针从线圈里面穿进去 然后绕线 轻轻点退出棒针 把绕上去的这一根线把它挑出来 挑出来过后挂在左边的棒针上 你看这样就起好两针了 一个线圈代表一针 然后接着重复 绕线挑出来 我们这里在拉线的时候 别拉得太紧 稍微松一点 如果拉得太紧的话 我们在编织的时候会显得很硬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第七针 第八针 二四六八 好 这样起针我们就完成了 一共是起八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编织 我们这里在编织的时候 我们都是使用平针的方法去编织的 然后第一针我们这里是先织一个下针 直下针的时候是针从上往下这样穿进 然后绕线挑出来 挑出来过后可以把左边棒针上的这一个线圈把它放下去 然后第二针也是织下针 都是以织下针的一个方式去织过去就是平针 每一针都是一样的 针从上往下穿进 然后绕线 把线挑出来 这个针法是非常的简单 也很容易学会的 编织的时候我们拉线不要太紧 稍微要松一点 最后一针的时候我们都是织上针的 织上针的时候把线绕在针的上方来 然后针从下往上这样穿进 然后绕线 挑出去 这就是第一排就已经编织完成了 我们这里在拉线的时候它的松紧度是要一致的 如果不一致的话它肯定有的地方就是比较紧 有的地方比较松 看起来不是很好 所以大家在编织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 后面我们在编织的时候第一针我们都是不织的 直接把它挑下来 第一针不织然后把它挑下来 从第二针开始直下针 然后直到最后一针的时候我们都是直上针 直上针的时候我们需要把线绕在针的上方 然后直一针上针 后面的每一排都是一样 第一针跳下来不织 然后直下针 最后一针直上针 你看这个针的话编织起来是非常的简单的 而且很容易学会 第一针直接挑下来不织 然后直下针 最后一针 最后一针直至上针 大针 超合级织不少 然后再顺一针 d个刀 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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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针 四针 三针 四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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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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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